鸡汤熬到汤头鲜美 依需加入俗称常年菜的芥菜 香菇姜片 干贝蛤蜊一起包 增添不同风味 但过年人必备的芥菜或是芥菜鸡汤 成为不少民众围入年菜的雷区 没办法绑吃苦当吃补 这会被逼得吃掉 你一定要一整根吃掉 不然对 会抗拒吗 也不行啊 类似习俗吧 加长辈的习俗就是说要喝那些东西 芥菜因为纤维多加上口感偏苦 很多人无法接受能躲就躲 偏偏它有象征长命百岁的好兆头 而成为了台湾年菜必备 根据统计不受欢迎年菜除了芥菜 佛跳墙 乌鱼籽也都上榜 佛跳墙里头有排骨酥 鸟蛋 芋头 香菇和鱼皮非常丰富 据说食材相到有佛文契馋 跳墙来的美春 也是民众过年彼此的菜品 但其中的芋头越熬越烂 这口感反应两极 至于价格较高的乌鱼籽 也有人觉得太咸太干了 乌鱼籽吧 乌鱼籽为什么不喜欢 因为我本身就不喜欢海鲜 有点腥就是味道有点太重 乌鱼籽好像不行 没有到很长吃啊 就是咸咸 另外包含猪脚米糕发糕 也被列入台湾民众 不喜欢的年菜名单 不过年龄段不同 喜欢的料理也有所区别 各种菜色风俭游人 过年只要能一家团圆 吃什么都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记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